好 台通過年要抱大家一個好康的 講到春節送禮一定要品味 那要介紹大家什麼禮盒呢 就是方之滴雞精推出的日月養生 基於饗宴禮盒 最特別就是它裡面還有附一個 匠人手工精緻的天木柚品名杯 而且它雞精的口味啊 濃醇沒有腥味 除了口感好之外 還有這個不加一滴水的營養 這個當然就不用多贅述了 那另外它日月養生滴魚精呢 還有這個深海魚卵古樹 可以幫助長輩出門自在的啪啪照 現在只要下單滿兒呢 還可以參加新春超黃金 999金條活動 趕快上資訊來了解詳情 怎麼樣可以下單滿兒呢 就是全部都送 自己的父母 太座的父母 還有你太太本人 都給它送下去 一個都不能少 禮盒給他們 金條給自己 我們上次錄音什麼時候 大概有一兩年了 不可靠 對不可靠 超久以前 超久以前 而且今年要找你錄音實在是蠻困難的 不要那麼說 不要那麼說 我都怕你忘記我這樣 不是啊 你要在台灣的時間可能也不多 其實沒有大家想像的這麼短 因為其實我大概一年就六個月 大概一半一半吧 一半也不少 對 今年加起來可能五個多月吧 前後加起來 對我們現在是2023年 12月25號 聖誕節 聖誕節快樂 雖然對大家來說已經很遲了 沒錯 為什麼聖誕節不好過聖誕節 跑到這邊錄音 沒有 因為上節一說 我說好管他什麼日子 對 除夕夜我都來 面子太大了 所以你今年到底跑哪些地方 我今年其實去了蠻多不一樣的 我覺得一開始應該先去那個 重返食人豬部落 今年二月的時候 對對對 就再次回去那個印尼的巴布亞森 我覺得是有種 美夢成真嗎 就是再次回到夢想的發想地 對 然後回去找酋長 所以兩個酋長都掛了 對啊 兩個酋長都掛了 沒過幾年耶 大概就剛好五年 對 可是 就這麼剛好 因為COVID-19的關係 正是因為COVID的關係 根據我跟他們比手畫腳 然後用破碎的英文跟他們溝通 他們說COVID-19 對 反正已經生病 然後兩個都走了這樣 所以比較可惜 還有我都已經準備 一條香菸要送給他們 上次送他們一支 然後這次準備一條 一支太失禮了 對 畢竟後來那影片也 直接讓大家認識我 那支影片到現在已經 一千多萬 一百多萬吧 我覺得這個是 可以拿出來說嘴的 就是你拍影片 你可能 你說那種MV類型的 他可能一直會loop 一直重複 所以可能上千萬 那很正常 但是一個計時類 一個Travel Vlog 你可以那麼多的點閱 這也是 蠻厲害的 對這個真的是很誇張 一千一百萬 對我完全沒有想到 那時候破一兩百萬的時候 我就覺得可以 應該差不多了 可以停了這樣子 想不到就是他 他正要開始 對而且他是分階段吧 總共前後可能 分了五六個階段 就是會突然爆一下爆一下這樣 所以還是要謝謝那位酋長 對 RIP RIP 其實我們史上第一次一起錄Podcast 就是講這個七八無雅 第幾集 忘記了 二十多集 天啊 現在已經 現在已經快兩百七 一百多 快兩百了 對 真的是 跟這個解鎖地球一起成長 沒錯 這次你第幾次來啊 其實我也是說不清楚 我剛剛算了一下 第六次 第六次 前面可能聊史瓦帝尼 然後北韓 十恩族 然後中美洲嗎 忘記了 太多了 南非 對那個約翰尼斯堡 很危險的那個地方 對 不過當然不免俗的 還是要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有尚捷 大家好我是榮力賢記的Ben 歡迎收聽解鎖地球 如果說前面沒有聽過 榮榮來節目上 講各種不同的旅行故事的話 就是回去搜尋一下 從最一開始慢慢往前翻 對 我們今天來錄影之前 就想說 我是不是要來對個大綱 什麼之類的 因為其實我們每次都沒有什麼 大綱啊或什麼 我說不用都直接來就好了 對 所以我們今天的大綱就有三個字 阿富汗 對阿富汗 今天這一集就是來帶大家認識一下 你不知道的阿富汗 我是真的不知道阿富汗 我對阿富汗的了解 當然來自於新聞 來自於很多地方 可是我身邊認真說 去阿富汗旅行的朋友 零 對啊我覺得這個 阿富汗聽到大家 第一個印象應該就是 危險恐怖塔利班 能去嗎 去那邊幹嘛 找死嗎之類的 看到你去之前 我也想問說能去嗎 我真的不只能確定 現在阿富汗的狀況到底是這樣 我覺得大家對他的印象 應該停留在兩年前 就是美軍撤退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有個影片就是 很多阿富汗的男人 在機場的跑道上 追的那台飛機 美國的軍用的飛機 因為他們要整個撤掉 其中一個人巴在飛機上面 應該都不是一個人 很多人巴在那飛機上面 然後大家應該就停留在那個時候 基本上我也是 那在 因為去年就是在完成 大四度計畫的第二階段 就是在整個中東 然後我想說 那今年要繼續延續這個系列的話 就是要往巴基斯坦或者是阿富汗 那其實在搜尋這個資料的時候 其實巴基斯坦還蠻多人去的 對 巴基斯坦還算是相對 還算ok 對但是你說阿富汗的話 尤其在2021年之後 基本上沒有什麼訊息 很少 所以那時候就 費金的千行萬苦 我還去找那個小紅書 看達魯倫他們 怎麼去怎麼辦簽證 然後從那個邊境 巴基斯坦邊境怎麼進去這樣子 可是你看他們怎麼辦簽證有用嗎 其實還是有用的 就是至少知道那個地方 至少知道多少錢 okok 對我覺得這個是 多少有點用處 做點功課 對至少有個心理準備 那到底具體要怎麼進去 具體的話其實 我覺得這種地方就是有錢好辦事 ok 就基本上你只要先抵達巴基斯坦的那個 伊斯蘭馬巴德他們首都 在那邊有大使館 阿富汗大使館 然後你只要準備100塊美金 啊100塊美金 對100塊美金跟你的護照 基本上這樣就可以拿到 最快最快我是聽 我看他們的告訴我大概只要半天就可以拿到 早上送下午就可以 哇這100美金的威力 這個是速度 對就真的是有錢好辦事 所以有錢人是鬼推磨 這個是真的 尤其是在那種開發中國教 真的 你有錢好辦事 到伊斯蘭馬巴德拿護照跟100塊 跟他說我要辦入境簽證 對然後因為像這一次的話 在找這個行程過程當中 其實我已經寫信給當地很多不同的旅行社 然後他們給我的報價其實都是還蠻貴的 可能兩個禮拜 10天到14天大概是3-4千塊美金 10天到14天 3-4千塊美金 十幾萬台幣 對十幾萬台幣 但為了拍影片 那我原本就已經要跟他訂了 然後剛好遇到就是有一個旅行社 香港的旅行社 他們都是做一些比較奇怪的地方 然後就說他們也有這個團了 我說願不願意跟他們一起 我說當然好啊 有人帶然後和樂不穩 對和樂不穩 而且在阿富汗就是人生地不收 對而且阿富汗就是一個講求關係 你要有關係 才能辦好所有的事情的一個地方 所以那時候就跟著那個旅行團一起去 然後有當地的導遊 當地的司機 然後還有塔利班陪伴著我們 塔利班還要陪伴你們 因為其實因為他們 我覺得大家對塔利班就是一個負面的一個影響 當然 對就是他們對女圈 然後他們可能就是恐怖分子 那其實在現在應該說20年前 他們不是把那個巴米洋大火炸掉了嗎 對 那應該是震撼世界 對那個是世界文化遺產 就被這樣子毀滅 但其實在20年過後 他們現在其實執政 然後控制著這個國家之後 他們其實有想要往好的方向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他們開放那個旅行 開放觀光 OK 所以你說為什麼會有塔利班跟著我們 其實就是他們要確保我們的安全 另一方面你是不是覺得他們也算是一種監視的效果 我覺得監視其實還好 因為他們其實也沒有幹嘛 他們也不會說就是到處就是看 確認我們 就是可能拍照傳回總部說我們在哪裡之類的 他們其實就真的開車跟著我們旁邊 然後拿著AK47在我們旁邊散步這樣子 你會覺得有點壓力嗎 其實對我來說我覺得這個畫面很衝突 還蠻好玩的 我們自己在那邊拍照 旁邊兩個人包得緊緊的 然後帶著他們阿富汗的小帽 然後穿著拖鞋 拿著AK47 然後我 而且他們其實很友善 就我們遊客過去然後跟他說 我可不可以跟他拍照 他們就OK 我通常都會問他說 那我可以拿你的槍拍照嗎 他們也會把槍丟給你這樣 其實他們真的都很nice 槍都給你 對他們就直接把槍給你 對他們其實那個槍其實都保養的不錯 而且很多大家都以為說塔利班可能就拿AK47 其實沒有他們在兩年前美軍撤退以後 留下很多東西 所以裝備進化 就直接撿那個M4M16 就是美軍他們陸軍的專屬的武器這樣子 標配對 所以他們現在一身美裝 真的是一身美裝 就還蠻特別的 所以塔利班他們等於說你這個行程 他們都完全全程知道 而且也派人跟你們 其實一開始有跟他後來就沒有了 就覺得你們好像好像也沒在幹嘛 應該是我們 應該我們是整個阿富汗唯一的一組觀光客吧 有這麼稀有嗎 對真的還蠻稀有的 因為你說其他國家的 尤其是歐美國國家 可能對阿富汗的刻板印象更深 而且他們辦簽證其實更貴 而且在現在這個情況下 他們可能又在心態上又更抵制了 對啊加上可能烏俄戰爭 然後就是剛剛我們去的時候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在打仗 對所以就是在多方的那個事件之下 歐美遊客真的很少很少 所以你在一路上沒有碰到其他遊客 不管是不是有歐美的 有遇到俄羅斯的 對就是一對情侶而已 基本上然後其他都沒有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超級特別的 站在天地之中就是你們這一組 對然後我們非常的顯眼 因為我們就是黃皮膚 我們輪廓沒有他們身這樣子 就是一個死關功課的感覺 所以一路走來其實是蠻安全的 其實算安全的 對因為大家可能對塔利班就是覺得 這個國家阿富汗人 每一個人都是塔利班 其實不是 塔利班其實像一個政黨 像一個組織 你就是要加入的話 你還是要有邀請職 你不是說你今天想要加入就可以進入 是喔不能說我現在熱血青年 我去報名加入塔利班 你需要有人引見 你需要有介紹人 果然是有關係 對你要靠關係 然後進去以後呢 他其實會 考你就是你對教義的那個 一些認知這樣子 畢竟還是以伊斯蘭教為主 對然後就會考 如果你通過了以後才能進入這個塔利班 這個組織 你說槍枝氾濫嗎 其實跟我去可能敘利亞或者是夜門 反倒狀況是好的在阿富汗 因為現在只有塔利班可以有槍 對所以你在路上看到有那種 穿著那種戰術背心 你說在路上走穿戰術背心 然後有拿槍的 基本上就是塔利班 但是我跟你說 阿富汗還是有警察的 警察跟塔利班是不同的族群 對警察就是指揮交通而已 對就是指揮交通 以交等級 然後就沒有他的事了 那剩下的就是塔利班來處理這樣 所以我們在不管到喀布爾他們的首都 或者是坎大哈塔利班的總部 都會有很多的不同的檢查哨 對就是可能在市區就有檢查哨 然後看一下車子裡面 然後或是檢查一下我們的護照這樣子 然後才會讓我們通過 那你們一路上有被找過麻煩嗎 其實麻煩沒有 但是他們會就是 譬如說今天過了一個檢查哨 然後裡面這個檢查哨的長官 就想要看一下我們到底是來幹嘛的 所以就會把我們叫下車 然後請我們的導遊來翻譯一下之類的 看起來蠻奇怪的 一群台灣人 對香港人 對香港人 然後還有就是各式各樣不同的護照這樣 他們就覺得很新奇 然後那裡拍照然後紀錄一下這樣 可是都沒什麼事 就只是好奇 都沒什麼事 對啊 基本上在阿富汗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他們對遊客其實還都還蠻包容的 甚至是我們這個團裡面有一名阿姨 就是女生 然後他們基本上去也是沒關係 雖然我知道 大家對阿富汗的女權都嗤之以鼻 對 但是那位媽媽基本上只要把頭 然後把它蓋起來 就是有一個scarf 有頭巾這樣就OK了 對啊 可能對外國人 他應該是不會怎麼樣 也不太能怎麼樣 對他們也就是想要開放觀光 就是讓大家知道 阿富汗其實是有一些東西可以看的 不過他們當然對內的話 他們的一些女權政策就是蠻多的 非常非常的選擇 像小朋友女生的話 可能上學只能到小六 對 之後就沒辦法繼續升學了 對啊 我之前看到一些就是說 可能正在念大學念到一半的 很多女學生也直接回家 沒錯 就叫你回家 然後甚至是 我覺得我那時候聽到 我問有我們的導遊 他是說 小朋友是可以玩在一起的嘛 就很正常 但七歲以後就要分開 一個臨界點是七歲 可能國小小一小二 就是要男女分開 OK 然後就是男校女校 就大概就是這樣子而已 嗯 這我覺得一般為人詬病的 就是你沒辦法替他辯駁 就是這一點 就是女權 對而且 在路上你會發現他們會穿那個 我記得叫Burka吧 就是他們會穿藍色的 對 然後全部都 女生穿著藍色的那個罩袍 你連眼睛都看不太到 他不是會露兩個 沒有沒有那個你說 沙烏地阿拉伯 他們可能就是黑袍阿巴亞嘛 對 然後就是會有 中間會有條線 然後眼睛這樣子而已對不對 沒有 在阿富汗很多女生是 你連他的眼睛都看不到 那他這樣怎麼看路 他其實就是會有個薄紗 喔就是透著那個薄紗 還是看得到路 對但是就是藍色的那一整個罩衫 然後薄紗這樣子 我在影片 之後的影片會放 但是不會放太多 是因為 很多人問我說 為什麼我去中東國家 都沒有拍到女生 其實路上是有女生的 但是你直接拿相機對著他 其實非常非常不尊重不禮貌 像我記得我在沙烏地阿拉伯的時候 我只不過是把我相機拿起來 要拍海邊的一些景色 然後就有一個爸爸 看到我拿相機 他就衝過來說 你剛剛是不是拍我老婆這樣 我說沒有 我只是要轉過去 要去拍攝夕陽而已 他說刪掉 我說我沒有拍任何東西 OK 然後他就氣沖沖的走掉這樣 可想而知 如果你在阿富汗 我直接拿起來的話 其實會蠻麻煩的 對啊我想也是 所以這個行程的路線是怎麼走 其實我們一開始不是飛到卡布爾 我們是飛到第四大城 叫瑪莎莉 Sharif 那邊有一個藍色清真寺 這個藍色清真寺 其實就是很漂亮 全部都用藍色馬賽克 然後可能15世紀就已經建好了 但女生不能去 女生不能進去這個清真寺 對應該說遊客不能進到清真寺的內部 但是女生的話 是連清真寺的大門口都沒辦法過去 連靠近都不行 對而且這個是最近才改的一個法律 塔利班回來之後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對就是沒有為什麼 就不想讓你來就不來 對女生就是沒辦法進去 就這樣 他簡潔餓藥 不能去就是不能去 反正跟塔利班爭辯這個也是沒什麼用的 你不會有機會爭辯 不會有人為了這種事情去跟上面的人爭辯這樣 對 你剛說藍色馬賽克 讓我想到 就很有那種中亞風情 對就是有點像薩瑪哈那種感覺 然後非常的華麗 對雖然我們那天去的時候天氣不是很好 但是遠遠的拍這樣還是很漂亮 其實阿富汗這個國家的位置 它本身是很有趣 對喔 往北到中亞無辜 往上就是塔吉克 對 所以你在路上的話 你可以發現他們會戴兩種帽子 一種是那種塔吉克的帽子 塔吉克的帽子是長怎樣 它其實有點像那種圓盤帽 圓盤 對然後另外一種就是阿富汗的小帽 阿富汗小帽就是有點像的一個 它是一個方蓋 然後直接蓋到你的頭上這樣子 方形 對它就有點方形 對然後那其實在兩種的 基本上在阿富汗都非常非常的常見 他們為了通商 所以在阿富汗你可以發現非常多塔吉克人 還有伊朗人 對所以我一開始其實在 在查這個阿富汗的資料的時候 我不知道阿富汗的語言到底是講什麼 我以為就是很正常 因為他們是伊斯蘭教 講阿拉伯文 結果沒有 他們講的是波斯文 是講波斯語 對 波斯圖也有 還有波斯文 這兩個為大宗 就是講法西 我就原來是這樣子 還蠻酷的 其實我覺得阿富汗就是剛剛講的 他位置很有趣 接著中亞 往西邊接到伊朗 往南邊接到巴基斯坦 印度 就是南亞次大陸 對啊 所以他其實就是 他的文化有點難定義 就是卡在中間的感覺 對你要說他是 阿拉伯世界好像也不算 對 他是中亞也不太像 也不是 然後你說南亞嗎 都可以 對 各一點各一點 對啊 我想到之前那個 我在海德報念書的時候 就有一個阿富汗裔的 德國人 但是他是移民第二代 所以他阿富汗他也不太熟就是了 但是他很多親戚在阿富汗 當時在發生那個撤軍事件的時候 他就超級緊張 對啊 然後後來據說就是他後來在阿富汗的親人 成功的就是在印度得利 裡面找到一個避難所 所以我覺得他們就是逃到那邊去 那其實我那時候跟我們導遊在聊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其實跟我說 他也可以拿那種 就是難民 然後去往美國或者是加拿大 但我問他說為什麼不離開 他說 因為你已經在這邊生活了三四十年 你要說這樣子突然拋棄一切 然後到一個新的國家 重新開始的話 其實對很多人來說都是蠻難的 對啊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其實很多人 有這個機會可以換到歐美國家去生活 但他們就選擇繼續留在這個地方 他們一方面也是相信 塔利班他們其實不像二十年前的 這麼的可能兇殘 這麼的 因為他們那時候是算遊擊隊 然後現在執政以後 他們相信他們會改變這一切 對啊 但他們也只能抱持這樣的想法 去期待塔利班有時候改變 對因為那時候我有問他說 那兩年前這個美軍撤退 然後塔利班重新執政 大家的反應是什麼 他說其實大家一開始超級緊張 快嚇死 整個國家人民都很緊張 但這兩年也就這樣過去了 對啊 對啊 那他們還是慢慢的得適應這個生活 你說他在這邊生活了三四十年 代表說他也見識過在2000年 美軍來之前 對2000年初期那個 非常怎麼說 就是動盪的一個年代 所以他這樣目前對塔利班他有任何評論嗎 其實他說在慢慢開放啊 就是不管是經濟 因為還是需要賺錢嘛 對啊 就是為什麼他們想要慢慢的來 讓更多的外國遊客來到阿富汗境內 對啊 然後再來是他們的可能經濟作物吧 對像我去那個Masari Sharif 他們賣的最好的就是香瓜 香瓜 對他們那邊因為可能溫差夠大 所以他香瓜有夠甜 他們香瓜是我吃過在比台灣的任何一種 都還要甜 都還好吃 那很誇張 然後他們就會運往歐洲 從阿富汗輸出到歐洲去 對就是一路往西 對啊 然後他們甚至以前很酷 大概在十幾年前 歐洲他們的因素 就是那種 因素化 因素化 全部90%都是阿富汗產的 所以這算是一種殖民農業這樣 對但是現在的話 那個導遊跟我說 他們現在已經慢慢的把這個減產了 因為兵器是不好的東西 產業轉型 然後我問他說還有沒有 他說一定有 但政府的話慢慢在打壓這件事情 蛤打壓這個事情 這聽起來像是一個裁員 對是裁員 一定是 畢竟這種東西 他們就是不想要讓大家有個 對塔利班更壞的一個影響 所以是塔利班想要重新做人的一種方式 你可以這麼說 甚至我那時候我們去巴米洋大佛的區域 然後就在講 聽導覽那個故事 他說其實現在很多 現在這個時候 塔利班的高層 不承認他們當初有做這件事情 他們也覺得對為自己的之前的行為 汗嚴啊 應該這樣說 不承認 那這怎樣不承認 就是他們炸的 做裝死吧 還是說那是以前的塔利班跟我沒關係 對他們真的是這樣說 這是以前塔利班做的 然後我們現在的話 不承認他們的事情 我們現在是新的一代 新塔利班 對可以這麼說 以前的話揮別過去 對對對 他們覺得 因為這件事情真的是鬧得 國際沸沸洋洋嘛 對 對啊 所以新的一代他們也覺得 不應該這樣做 嗯 欸我知道有些聽眾 可能不太熟這個巴米洋大佛事件 對 你要不要跟大家解說一下 巴米洋大佛呢 就是 他是全世界最高的立佛嘛 站著的 那其實他就是一個 在一面山壁上面 然後上面有上千個洞窟 然後裡面早期在 玄奘取經來到這個地區的時候 每一個洞窟裡面都有一尊 或坐或站的那個佛像 對但這個到現在已經基本上沒有了嘛 但是大佛的可能他的身體 還有他的腳 他手基本上都還有保存 在2001年那個年代的時候還有 但塔利班那時候就做了一件事情 他拿RPG火箭筒 直接對著那個大佛發射 嗯 然後把他炸了一個稀巴欄 對 所以到現在呢 你去巴米洋地區的話 你只能看了一個寂寞 看一個洞窟而已 然後裡面就一堆就是斷圓殘壁 欸基本上已經沒了 變得出來那個曾經有雕像嗎 還是說其實看不看得出來 他其實有兩個 那最高的可能60幾個 五六十公尺那個是最著名的 然後你往他的右手邊 往東邊走 他其實有另外一個比較小 但是也是四五十公尺 那個的話就可以看得出他的一些 他的輪廓 然後他的那個被炸掉的石頭 他們還要把它保存 然後放在一個鐵皮膚之下 然後告訴我們說可能有機會的話 會把它想要重建起來 蛤 就把它炸爛之後 還把它殘骸收集起來 就那幾塊石頭 十幾二十塊石頭就放在旁邊 然後用個鐵皮把它蓋起來 這很奇怪 之後想要把它重建 遙遙無期啦 我是這樣想 所以當初塔利班 把巴米洋大婆炸西巴爛的原因 是因為 他其實就是 異教徒 其實也不算異教徒 據我所知 他其實就是為了吸引國際的注意 他說嘿看我一下 對之類的 你也知道他們就是有這種恐怖組織就是要讓大家知道我在幹嘛 嗯 我是誰 然後刷存在感 刷存在感 最喜歡刷存在 就明明不幹他的事情 就說那是我做的 那種感覺 對不對 對對對 這很有趣啊 每次有這個恐怖攻擊出現的時候 哇一堆也跳出來 就跟搶說我做 對對對 好吧 那就是你把一個世界文化遺產 這個全世界歷史上最高的一個leaf 就這樣砸掉 實在是 就應該說整個國際就是華然 如果你用一個刷存在感的最高目的 他達成了 他真的達成了 被罵了二十幾年 對啊 那當然我們今天就會講到很多塔利班的事情 並不是想幫他洗白 只是說他真的是令人髮指的一個組織 對就是覺得不應該這樣做 對我覺得罵塔利班就是罵習慣了 在新聞上罵 隨時講到就是罵 但是真的跟塔利班碰過面 你說相處下來嗎 講過話就只有你了 我覺得這個感覺是一個蠻奇妙 他們其實人真的都蠻nice的 不過你接觸到塔利班 他只是 你可以這麼說 如果你說塔利班是個政黨的話 那他只是個黨工而已 地方基層 對他基本上就是一個 在路邊或者是在情人士前面 就是一個管理員的概念 像我們常常在那邊 就是可能坐著喝下午茶 然後就看到三四個人浩浩蕩蕩 然後拿著AK47 然後拿著對講機 然後就這樣走進來 然後我們就看到他 然後跟他打個招呼 然後他們也跟我們打招呼 然後就OK 他們就朝我們走過來 就開始跟我們聊天 坐下喝茶 對透過翻譯跟我們聊天 因為他們其實也很好奇 為什麼你要來這裡 很好奇外國人在想什麼 對對對 然後看著我又拿相機 帶來幹嘛 對他們就會覺得 你是不是記者 他就覺得我是記者 我說那邊有youtuber這樣子 喔youtubeyoutube 然後就是互相介紹一下 然後跟他們自拍 他們其實都還蠻ok的 他們有些槍真的是 跟藝術品一樣 怎麼說 就你看感覺在那種CS裡面 台幣戰士有沒有 花很多錢 然後去把它改一個塗裝 然後增加那個什麼八倍鏡 其實真的 真的弄得非常非常漂亮 真的假的 你說他們自己還會花錢去改自己的槍 對啊很漂亮 真的是很漂亮 就有人會改自己的車一樣 對對對 基本上就是在那邊 確實啊 每天就拿那把槍在手上 走來走去啊 所以還是要帥吧 改的更帥 對真的蠻酷 然後問他說可不可以借我拍 他說當然沒問題 然後就把槍給我了 改那麼久就是為了這一刻 對對 給你拍爆 沒錯 而且我拍這種照片 基本上 其實還蠻冒險的 怎麼說 你放在社群平台 其實會有風險 會被ban掉 但是 還好都沒有 就是說我去年在 夜門試射AK17 其實也沒事 但是呢 這是很好玩 我打塔利班三個字 就被ban了 塔利班不行 對這三個字黏在一起就被ban了 所以後來我都稱他們塔塔 或者是塔先生們 對 要不然直接打塔利班 然後貼我馬上就被ban掉這樣 帳號不見也是有可能的 對 因為你是奇怪的帳號 真的是這樣子 尤其粉絲專業的話 其實還蠻麻煩的 你全程這些塔利班都跟在你旁邊 對不對 所以你們的互動模式到底是這樣 就是他們通常就是旁邊冷眼旁觀你們在幹嘛 對 還是到後來變熟了 因為其實是最大的就是一個語言的隔閡 對啊 所以他們也不會講英文 我們也不會講Farsi 所以變成說 他就是默默的跟在我們旁邊 然後有問題的話就是會去找我們的導遊 對 所以基本上他們跟在我們旁邊就是 看我們在幹嘛 就很好奇 然後就在散步 就大概就是這樣子 OK 對啊 所以你們這一群人這樣浩浩蕩蕩 又有塔利班跟隨這樣 在城市裡面行走的時候 就看起來真的蠻奇怪的 超級奇怪的 一堆怪人 真的是就是大家會放下他們手邊的工作 然後盯著我們看 然後甚至有些人會跑過來跟我們說 Do you speak English? 然後我就想 哇有素材可以拍了 我說yes of course 然後他就跑掉了 他只會講這一句話 但他不會講任何的其他的生活對話 唯一會講的英文是Do you speak English? 對 然後我就好吧 不要可惜 兩邊要不要跟他們有更深入的接觸這樣 因為我在我想像中 這兩年多來的阿富汗 應該是風聲鶴唳啊 然後氣氛緊張 逼不出戶之類的 你有感覺是這樣嗎 其實我完全沒有 就是他還是一個 人命還是要生活嘛 就是一個正常的城市 對然後車水馬龍 像卡布爾 還有像我們後來去的那種高級餐廳 都還蠻好吃的 然後大家就是在裡面 對想像不到在那個地方 其實還有這麼棒的一個餐廳 所以我覺得 喔原來還是 事情都是一體兩面的啦 對應該說 就最一開始是非常shocking的 對這些事情 但是都過了兩年了 大家還是 總是要找到一個新的平衡吧 對平衡點還是蠻重要的 喔 所以你們剛剛講到第一站 就是到了這個藍色的青城市這邊 對我們在那邊待了兩天以後 我就再回到卡布爾 他們的首都 在整個阿富汗 它其實就是一個 很像高原的一個地方 像卡布爾它的海拔 也有1700多公尺 喔1700很高耶 蠻高的 以城市來說很高 對然後像剛剛講到那個 巴米洋地區 2500 喔2500 對所以 在整個像我們是10月中去 其實還蠻舒服的 對然後其實我們還要去 像在巴米洋地區 因為從卡布爾 大概要開兩個小時到三個小時 才會到巴米洋地區 那巴米洋地區 他們這兩個地方 中間其實有一個 mid of nowhere 那邊其實還蠻有趣的 那邊賣了很多 各式各樣不同的品種的蘋果 對他們蘋果都一大袋一大袋 然後可能三四十顆這樣 100塊台幣 對那些那個地區呢 我們經過的時候 我們導遊就跟我們說了一個 蠻多故事 他說這個地區其實以前 是不會有任何車子 非常非常少 我說為什麼 是路不好嗎 他說沒有 因為在早期塔利班 是有擊隊的時候 他們佔領了這個區域 哦 那他們的金錢的 賺錢的來源呢 就是綁架人 OK 所以今天如果你開車經過的話 不管你是外國人 記者或是本地人 先綁再說 先綁再說 然後要求屬金 對那你不給的話 他們其實就是把你殺掉 失守益處 然後把你吊在那個原木上面 就是可能進到那個區域 他其實有一個橫樑 木頭橫樑 就把屍體 掉在上面 告訴大家 不給贖金的後果 就是這樣子 想當年塔利班 這也算是他發源地 那是他們的經濟來源 對 所以那個地區 就是最危險的 所以像我們導遊就跟我說以前 可能20幾年前就是 大部分人都是搭飛機點到點 沒有人基本上會經過這個區域 就是太危險了 對 可是現在因為塔利班已經變老闆了 對所以他們現在就是敢賣蘋果 所以就是寫蘋果的一個概念 哇那所以現在去那個地區 是完全沒問題 完全沒問題 就是反正車子都會 車槌馬龍會經過 然後大家都在那邊買那個蘋果 對 就是20年前20年後差很多 對啦就是從一個地下組織變成 就是政府 執政 總算 對 你剛剛講到喀布爾 就是他們首都 對 其實我好像有點難以想像 就是喀布爾到底長什麼樣 它其實 它其實算一個山城 我們每次要去可能 城市的西邊 我們就要翻山越嶺 它有個小山球要上去 對 然後再繞下來 其實那給我的感覺有點像 約旦安曼 呃 如果大家覺得約旦安曼 你會發現它其實就是很多山丘 然後在卡布爾也是 上上下下 對 尤其是它一個山 可能基本上切 切 把那個整個城市 卡布爾切了一半 對 所以如果今天要到另外一個地區的話 就是得翻山越嶺 怎麼會有這種城市啊 就你等於要盤山而上 然後到最高點以後再下來 就等於說要繞路這樣子 蠻有趣的 我每天都會經過 然後只要進到那個 那條道路的時候 還要經過檢查哨這樣 ok 對 那其實晚上蠻漂亮的 你就從上面看那個城市 開車在市區 你會發現前面那座山頭 很多燈 哦 就是那個點點星光的感覺 其實還蠻漂亮的 對啊 比我想像中的 這個城市還蠻有趣 對啊 然後基礎建設的話 還ok 至少不會像 我那時候去的敘利亞 就是每天可能電力 只有兩個小時 四個小時 所以基礎建設還行 網路的話蠻慢的 網路也是一樣 就是什麼手機Sync卡 對就是 方案這樣 導遊給我們 然後只能傳文字 圖片要傳很久 像我一部影片可能5G 哇你不用想的影片 我通常都是開著電腦 然後徹夜 你是Overnight這樣 可是這樣連圖片都傳不出去 這個網路是不是 你七天也傳不出去 我傳了大概一部影片 大概傳兩天 ok 放在那裡 就放在那裡 然後讓他散熱 然後接上電源 然後就不關我的事情了 好 總有一天他會好 對就是給我 大概48小時就可以上傳好一部影片 看來你也不用想滑什麼IG之類的東西 非常非常慢 ok 就是好好的去體驗在阿富汗的生活這樣 喀布爾 你剛剛講到車水馬龍 對 那你相對於其他的那個 伊斯蘭國家的大城市 感覺有什麼不同 我覺得他主要是基礎建設 他們有那種特別高的樓 他們都是平房 三五層樓 對很少會看到那種十幾層樓的大樓 非常非常的少 那車子的話其實也偏舊 車子偏舊 對 因為畢竟都是日本來的 可能日本或是其他國家來的二手車 所以像我那時候剛到克布爾的時候 最特別的就是我看到一台 經濟部水利署的車 經濟部水利署 你說上面這六個字 對 那個巴士小巴有沒有 接駁小巴 他寫翻題字嗎 他寫就叫經濟部水利署 而且他那種字型是你一看到就知道 就是台灣台灣來的 對我那時候看到說哇賽 然後馬上把它拍起來 台灣政府機關愛用 對 然後那一張照片我就寫 反正我就寫 然後把它發上去就是 阿富汗 竟然有台灣經濟部水利署的 這台車上了以後會去哪裡 這樣子 結果那篇貼文變成 算是我在整個粉絲專頁這麼多貼文當中 上千則 他是成效最好的 蛤 真的假的 對然後後來還被台灣的就是媒體給他轉發出去 對 那經濟部水利署的出來回應嗎 沒有人回應 但是大家對這個還蠻覺得還蠻有趣的 他到底怎麼跑出去 我覺得因為台灣像我們 不管是跟台灣或是日本都一樣 就是會把這種淘汰掉的車 然後賣往第三世界 不管是非洲 然後或者是阿富汗跟巴基斯坦 他們都會低價收購 所以你在那邊你會發現 欸 車子有左駕 然後也有右駕 蛤 一下左駕一下右駕 看誰給看誰賣的 看你買到什麼樣的車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最酷的 對這個我之前在俄羅斯也有看過 對就是因為二手車比較便宜 對 在東南亞國家其實也常看到這種 就是可能很舊的公車或巴士什麼的 上面可能貼一個國旗或是 他也許他是什麼國家互助計畫之類的 對然後就是淘汰過來的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蠻有趣的 完全想不到 欸金金布水利署就在這邊 我說哇靠 分布啊 對就是突然那個他鄉遇固執的感覺 對有那種感覺 所以當初行程 從那個藍色金山寺 到了 卡布爾 然後在巴米昂 然後在巴米昂 再一路向西 我們去到那個叫蘭湖 蘭湖 蘭湖 蘭湖國家公園 那個地方真的很漂亮 但是女生不能去 又不能去 又不能去 連個國家公園都不能去 看個風景也都不行 為什麼風景不能去 所以是這樣 沒有原因 其實我問導遊導遊說 no idea 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就是頒布了這個法律 而且他們還有有糾察隊 糾察隊 就專門來 像我們那時候要離開的時候 就剛好遇到了糾察隊 然後就幾個中年人 然後戲沖沖的跑來問我們說 為什麼女生可以來這樣 你說你們有一個阿姨 對有個阿姨 然後我們就 連導遊都說 聽不懂Farsie這樣子 他就裝傻了 然後就走掉了 因為其實後面還有很多 那種情侶阿 然後一家大小的 所以他們就跑去找其他人 當目標這樣 你跟他說你是外國人 這樣也不行嗎 沒有他們就是看到女生 然後就會問 哇這個果然是 你要跟他講什麼道理 也很困難 女生就是女生嘛 管你是本國還是外國 那好 這是覺得有點 難以想像對不對 這是有點難想像 完全不懂 其實就有點像是像伊朗 有道德警察 有這種感覺吧 就像他糾察隊 那可能你有什麼不熟這個 但伊朗的話 可能就是以服裝儀倫為主 或者不要做太親密的行為 那哪邊都可以去 但在阿富汗的話不是 想去個地方也有問題 對 那像我們那時候導遊說 如果再找一兩個禮拜來的話 他們這邊是連就是會有 每天都駐守 所以他們要去這個地方 就必須要繞路繞很久這樣子 多繞一兩個小時 繞過那個糾察隊 對 畢竟那國在公園很大嘛 還是有很多不同的道路 可以進到這邊 OK 那國在公園它是 你說它藍湖 對 它就是因為 它那邊有非常非常多 不同的 藍色的一個 就像天空之徑的感覺 對 然後我們可以在那邊採船 避潭採船 沒錯 我剛剛馬上第一瞬間想到避潭 所以該不會真的是天鵝形狀 一模一樣 就真的是一模一樣 這假的 該不會上面寫什麼台灣避潭 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就真的太誇張了 對 但是就是有湖的地方 就一定有那種東西 對 真的 這是都一樣的一個 地球通則 沒錯 所以在那邊你們就是快樂在那邊採船 對我們就是蠻冷的 然後在那邊採船 然後覺得 為什麼要來這邊採船 那種感覺 那塔利班有跟在你們旁邊一邊採 沒有塔利班的話 那時候 他們 那個區域還好 也沒有看到什麼塔利班這樣 我是說 跟在你們旁邊的塔利班 我跟你說 這個很特別 只有前面兩天 有跟著我們 到後來就沒有 就是一樣 區域性的感覺 感覺 反正你們也沒幹嘛 算算 你們也不能幹嘛 那種感覺 太遺憾了 很想看他們拿到AK45 在那邊採的 蠻智障的 感覺很酷 這照片應該有趣 這個蘭湖的話 還蠻值得去的 因為看起來真的很漂亮 那去完蘭湖以後 我們就一路向西 我們為了要看一個 賈母清真寺 應該說賈母宣禮塔 那個賈母宣禮塔 它就是在山谷當中 我們從巴明陽地區 要再開一天半的車 哇 很誇張 你這個行程真的累 這個真的很累 而且是大概要開8個小時 而且是土路 沒有撥油的 哇 你知道阿富汗很大 超級大 阿富汗的國家 應該是比那種歐洲大國 還要更大的多 最主要就是很多地方 都是沒有什麼建設的 對 基礎建設又不好 路可能也 對所以我們開8個小時 那種土路以後 到了一個城市 一個小城市 就距離那個 旋利塔比較近 多近呢 就是再開4個小時就到了 哇 然後在山谷裡面 然後要四輪傳動的車 然後一樣是沒有 撥油的 但是我們就這樣 12個小時的車程 看到那個賈母清真寺的時候 那個旋利塔的時候 其實還蠻震撼的 因為它是有65公尺高 哇 623 20幾樓層 這麼高 而且它因為從12世紀建成以後 它就保留在那邊 12世紀 對 而且最酷的是當初 陳吉思安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沒有把它破壞掉 因為看到快嚇死 那麼高 對 而且它是旁邊都沒有什麼城市 也沒有什麼聚落 它就是突然出現在一個山谷當中 所以它就有點像那個 就是你走在山谷 比如說這樣大家想像好 你走在那個太魯閣 不是彎彎 彎彎彎的嗎 你突然一個轉角 然後看到一個65公尺的人造的建築物 然後上面是各種各樣的雕刻 然後藍色的阿拉伯的經文在上面 你又被嚇到 一柱晴天 對然後你就覺得我有沒有看錯 它突然出現在mid of nowhere 然後保存了這麼好 800多年的歷史 12世紀的時候可以蓋出一個27層樓高的東西 而且就是這麼的雄偉這樣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它也不會垮掉 就是 對它就一直在那邊 然後在一個山谷當中 然後旁邊沒有什麼聚落 所以你們去那邊的時候 它那一根就是旁邊一個人都沒有 那邊就有一個管理員 管理員然後旁邊就沒有任何人 就有管理員 而且到了那個山谷其實也 我們已經到大概2點 下午2點左右 然後因為它在山谷當中 所以那個光線不是很好 所以大概過了半個小時就已經 整個山谷都是暗的 就已經沒有陽光照射下來的 所以我們就是看大概三四十分鐘以後 我們又開了四個小時開回去 然後隔天再開八個小時回到巴米洋地區 所以你為了看這一根絢麗塔 沒錯 然後你開了 哇這樣算起來應該兩三天的車 開了24個小時的土路 超級累 然後我就問我那個團員 他說 我就問他說你覺得值得嗎 他說不值得 然後我就說 可是這樣真的蠻屌的 這輩子就只會來這一次 我覺得這樣聽起來真的蠻屌的 對因為它就真的你說離其他地方的話 開車更遠 三十幾公里 四十幾公里這樣 所以它就是從巴米洋地區過去 其實是最快的 你一個換拜塔 一個宣禮塔 它的目的是叫人家來 對啊 來拜嘛對不對 來祈禱 旁邊沒有半個人 完全 所以這個也是大家覺得最好奇 為什麼還要蓋在這邊 對 對 因為其實像巴米洋地區 巴米洋大佛對面它有一個 算是小山丘 然後它其實是一個廢棄的城市 它曾經住了三千多人 然後 成績事實在來到這邊的時候 就把整個城市把它 塗層 對塗層 所以那座城市就叫做City of Scream 就是尖叫之城 因為當初就是 像當年 死了太多人這樣 那它那個位置拍照就很漂亮 可以直接拍到整個巴米洋大佛這樣 可是你看得到那些遺跡嗎 就是你那個City of Scream 可以看到一些 可能就是 圍牆啊 斷圓殘壁 斷圓殘壁 就是曾經有人居住在這邊的一些 遺址啊 一些感覺這樣子 不過不得不說 如果是以被 成績事實在圖過的城市來說的話 多的是 真的超超多 真的是 太多了 對啊 而且我覺得因為可能在阿富汗的遊客比較少 所以它保存的還算不錯 對啊 所以真的為了看這個講母親的旋麗塔 跑那麼遠 真的是 大家可以不用去啊 就看我的影片 就好 我幫你省下 兩個天的時間 對 而且是丁丁婆婆 24小時 超累 你會預測的話絕對不用去 對 你接下來你可能就連自己在哪都不知道 對啊 而且去完這個賈母親的事的時候 我們從巴米洋再回到喀布爾 然後去到了我在阿富汗的最後一個城市 就是坎達哈 坎達哈久仰 對 就是塔利班的總部 所謂塔利班的總部是什麼意思 就是他主要的活動之前都是在這個區域 他的最高領導人住在這個地方 然後塔利班就是從這個坎達哈開始發源的 但是必須要說坎達哈超級無聊 他是一個什麼政治的地方 政治中心這樣嗎 他比較像一個 你說政治中心 也沒有 軍事中心 還有軍事中心 所以在路上的話 你會覺得特別的有一個壓迫感 因為旁邊就可以看到那種刁堡 或是巨馬 檢查燒 戰鬥的意味 對有點像那種感覺 所以就有點緊張緊張的感覺 對啊 然後在那邊的話其實沒有什麼景點可以看 然後甚至我那時候跟我們的導遊聊 他就說 我問他說最高領導人住在哪 他說住在這邊 然後就偷偷說了一句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到底是真的存在還是假的存在 因為他沒有露過臉 塔利班的領導人沒有露過臉 對他說到現在都沒有露過臉 因為他不能讓人家知道他在哪裡 就如果讓大家知道OK 他出現在哪邊的話 他就會被當成目標 所以他沒有一個具體的形象 不是說某某人這樣 應該是說他太少露面了 所以很多甚至連阿富汗當地人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 他這個謎團 或者是他就是一個象徵一個感覺 之類的 對我想到以前那個紅色高明 我們以前做介紹的時候也是 就是他們 這個黨他沒有一個具體的什麼某某領導者 他是一個什麼什麼人之類的 他塑造出一個形象 然後這個是老大 你要去尊敬他崇拜他 對那種感覺 對他來說是好操作的 因為他不管這個人是活是死犯 就永遠就是他 本來就是有一個最高的象徵 對 你就跟著他就這樣就對了 每次可能講話都拿出他 大家都會相信 OK 可是沒有人見過他 沒有人見過他 而且看他我覺得他有一個漏洗 這是在大21世紀還會發生的事情 就如果大家有看過最豐盛的孩子這本書 我看過 裡面不是有講Dancing Boy 到現在還是有 還是有 還是有 就大概以為可能在20年前就已經消失了 其實沒有 那其實這個Dancing Boy呢 講難聽一點就是 講直接點就是一個童計 小男孩 小男孩 就是成年男子會買小男孩回家玩 就是把他當性奴那種感覺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 因為很早以前看最豐盛的孩子 然後Dancing Boy這個環節已經忘記了 所以我那時候問導遊的時候 他其實就直接說 對現在還是有 而且我們那時候在餐廳吃飯 然後有很多男生 然後他就看了一眼 餐廳裡面的男生他說 我可以跟你保證 大概50%以上的 在這個餐廳吃飯的男生 都曾經有過這件事情 不管他是家裡有男性 或是曾經死這樣子 這是這麼普及的事情 對非常非常 在坎那哈非常的普及 對他其實就是一個 習俗嗎 只限在這個區域 而且你也知道在伊斯蘭教 剽竊這件事情是不被允許的 但是他們就是默許 在這個區域這樣子 算是一個性專區 的肉洗 我必須要這樣說 而且後來我問我們導遊 他說 之前也有塔利班的高層被抓到 你說他可能被偷拍影片 那個影片有拍到 他就真的找了一個可能青少年 所以他們不會到可能十二十歲以後 就放他回家這樣 他們最喜歡可能就六七歲的這個階段 六七歲超級小 國小生就是國小生的概念 所以才說dancing boy 所以變成說 那個影片我那時候看的時候就是 那個官員可能大鬍子的官員 我記得我小時候看最豐盛的孩子的時候 超級不舒服 那個情節就是很難想像 但是到二十一世紀的坎大哈 逼逼皆是 所以那時候我在那邊有遇到一些小朋友 然後他們跟我玩 我覺得他即將遇到這種事情 覺得有點不勝唏噓 但我們也不能做什麼 可是我不知道就是塔利班他們 這個挑人的方式是什麼 還是他們就是官大全大 所以說就是你 應該是 也不用說官大全大 這不只是塔利班 這是一般的民眾在坎大哈也會做的事情 蛤?一般民眾? 對對對 隨便一個人他就有可能做這個事情 都有可能 而且我又覺得這是一個惡群循環 你今天受過傷 小時候遇過這種事情 你看長大也會 所以想要做這件事情 就是一個童年的陰影吧 那種感覺 補償的心力 對對對的概念 所以就變成說 惡性循環 所以這件事情會一直一直這樣下去 塔利班他們也沒有想說要去遏止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裡面很多人也是 他身在其中 沒錯 樂在其中 身在其中 那時候聽到就覺得 哇 就是腦袋快炸開那種感覺 怎麼可能還有這種事情 而且你就自身在當中 就是你身邊的人都是 對 而且導遊還跟我說其實 女生也會有這種狀況 但是在其他城市比較鄉下的地方 譬如說你跟今天可能走在路上 看到一個女生 小女孩 然後就可以 他們在那個地方的 那個區域的做法就是 你去找小女孩的爸爸 然後問他多少錢 然後你就可以把那女生 小女孩帶走 一個賣女兒的概念 對 OK 很難想像吧 在阿富汗 Dancing Boy男生 然後女生也有 對 我覺得阿富汗 就是像我們去了16天吧 對 我去比較長 我們團員可能去個10天 所以剩下的時間 因為其實我還蠻 你也知道 我很享受走在那個路上 對 就是 自由自在那邊散步的感覺 然後大家盯著我看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最酷的是 就是在路上你會發現 有些攤位很特別 它就是一台電腦 一個攤位就一台電腦 那攤位就一個電腦 然後很多人會圍在旁邊 他們是在其實在拷貝DVD 拷貝DVD 然後那個攤位就是一個電腦 在這邊燒光碟這樣 不是光碟 就是USB 對 用USB 你就說裡面有個電影 然後多少錢 你存給我這樣 電影或是遊戲 電影或是遊戲 對 其實他們那邊都可以選擇 照理講你家裡有電腦的話 你可以隨便跟一個人 直接拷貝過來 但是他們就是一個行業 就變成說他們那邊的話 可能網路真的太滿 OK 所以你要看個影片 可能整個USB裡面 全部各式各樣的電影裡面都有 所以我覺得這個 他們在整條街 就有點像光碟商場 全部都在拷貝各式各樣的電影這樣子 你說一整排街 一整排街 每一個攤位 然後就是一個小小的電腦 小小的電腦 對 然後上面就是 很多人在那邊排隊之類的 然後資料庫可能打開幾萬部電影 超多 看你要什麼 整個電腦全部都是放電影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蠻酷的 哇 這個對話來說五本生意 我不知道 基本上 要網速快一點 花點時間去下載 基本上就可以做生意了 對 反正你再怎麼辦 兩天總是可以下載一部 對 你可以這麼說 而且兩天還是高畫質 你不用那麼高畫質啊 對 可以加快你的效率這樣子 趕快你去擺攤好了 對 我覺得這個是蠻特別的 因為我們在阿富汗的話 就是用當然帶美金去換 然後一塊台幣的話 大概是2.5塊阿富汗泥 他們單位的幣值是用泥 然後還蠻值得收藏的啦 因為我覺得一輩子就去那些地方 所以就是我們換了一些錢幣這樣子 不用問也知道 你一定收了全套 沒有到 全套是有啦 就是很多啦 一定至少 一定至少會有一套 然後再買更多去換更多 可能一疊 10塊好了 真的這樣100張就1000塊 但你要換全新 所以你不是用1000塊去買那一疊 炒票 你是用1100塊 OK 就是因為他們要手續費 對還要貼錢 所以他們就是會把它放櫃子裡面 然後去問他多少錢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在其他中東國家可能看不太到的 尤其是那個拷貝DVD的 光華商場這樣 你剛剛聊到你是帶美金去換 對帶美金去換 我好奇就是你有跟他們 有辦法聊到 他們對美國的觀感或是什麼 其實沒辦法 因為語言真的是 一個問題 是一個問題 但是我問我們的導遊 我說如果今天有一個人被抓到 然後他說 他說就是他可能之前為美軍工作 會怎麼樣 他說他就是會被砍頭 被砍頭 對就是直接GG這樣子 OK 他們還是對美國有很大的一個敵意 就以塔利班的角度來說 對啊 可是我知道他們平民百姓 其實平民百姓 我自己的認知是平民百姓 只要能生活 都好 都好 對不要有戰爭 因為戰爭其實最可憐的永遠是平民百姓 做生意能賺到錢 基本上就皆大歡喜 可是現在 若以塔利班的這個政府的意識形態的話 應該是非常反美 還是非常反美 對美國還是會覺得他們 萬惡沒地 沒錯 就是多管閒事的一個概念 聽完這樣你想去嗎 我想去啊 真的嗎 對我是想去的 我覺得對阿富汗的認識 真的長久以來 從我們小時候看 你說美國阿富汗的戰爭 然後看了這麼幾十年 然後又發生了這個撤軍事件 又發現塔利班又重新執政 對然後 我會覺得 從小到大阿富汗在心中 一直是一個動盪的代名詞 對而且在兩年前 塔利班重新執政了以後 他們也把國旗換了 現在國旗有換了 國旗的話就是 以前是可能你去打 打富汗的國旗 它是一個比較 可能黑色為底 然後終於有一個國徽 但現在的話他們就是以阿拉伯文字 白底 然後黑色的阿拉伯文字 就這樣很簡單 上面寫一行字這樣 對 然後這就是他們的塔利班旗 到處都可以看得到 對我是覺得 會想要親眼看一下 就是阿富汗的現況 或是怎麼樣 而不是就是單純看新聞畫面 對我覺得看新聞畫面 有時候會覺得太偏頗 就是可能都是以負面的為主 但其實這個國家還是有它 美好的一面 像那個蘭湖國家公園 然後巴米洋大佛地區 所以其實在去那麼多城市 我最喜歡 最喜歡的其實就是巴米洋地區 因為我覺得那邊的話 比較純樸 然後飯店的網速也比較快 這是關鍵吧 對這個是關鍵 絕對是關鍵 我以為你要講說 巴米洋地區可以遠離 也算是 就是它只有一條main street 主要的道路 然後吃飯很多在上面 然後買東西 然後都在那個區域這樣子 然後再加上網路很快 偏快可以直播 太開心了 沒錯 我覺得以阿富汗來說 實在很難預測它之後的走向 不管是在政治什麼軍事 希望能往好的方向去走 對 畢竟這個 這個國家已經suffer太多了 等到我真的到阿富汗的時候 我才是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會 就是發生這個事情 我覺得全面開放嗎 應該很難吧 還是永遠都是一個會很小眾的一個地方 可是我覺得它瞬息萬變 所以很難預測 就像剛剛講 真的 所以我很期待就是阿富汗在 之後的時候有不同的風貌 然後再去看的時候 特別是你啊 你看過現在的阿富汗 對 假設之後阿富汗有個不同的面貌 我還是會想要再回去 再去看的時候 那真的差很多 真的 對 那我今天講了很多 就是阿富汗的行程啊 各個地方 但是都沒有畫面可以看 太可惜 還沒有還沒有 之後慢慢會上了 對 如果大家迫不及待想要看到更多 阿富汗旅行的影片的話 就可以至少可以先追蹤 IG 我有把它設定一個精選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你會發現阿富汗是這樣的一個生活模式 對 那YouTube當然可以先訂閱起來 反正遲早會看到 對 遲早會看到的 一定會剪 拍的非常非常多 我覺得這趟旅程太珍貴了 我覺得記一下阿富汗在這一刻的樣貌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且算是全網第一個吧 對 因為在打中文的話可能 很少 找不到了 真的很少 少之又少 對 有在考慮要去阿富汗旅行的大家 對 可以來問我啦 我可以幫你解答一些問題這樣子 好 那就感謝你啦 好 聖誕節還跑來講阿富汗 小事小事 好 OK 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